民进党那么多田中的人 你有没有谴责过 别人连中国大陆都没去过 你还说田中 那这个不是开玩笑吗 这个就是民进党在走邪路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有话直说的主讲人张有华 在5月3号的时候 我曾经讲过小美琴出访便过境 跟所谓布林肯挺台湾参加WHA 希望再度担任观察员的身份 国台办的发言人也指出了 邪路走不通 所谓邪路走不通 就是说民进党在两岸政策 跟国际关系的交往上 他经常正途不走 走歪路 我们可以说布林肯挺台湾 口会死不知 那德国拒绝小美琴路径 他主要是台积电 反正在我德国设厂了 我的目的达到了 那对不起 我只要招待你的话 必然会引起不必要的政治困扰 那除此之外 我们再来看 各位可以说 民进党把自己的路 给走死的一条非常重要 当然现在台湾也在讨论 参访大陆报备制 这个从李登辉 从陈水扁 从马英九 从蔡英文都不敢实施的制度 你居然要求立委 就是说民意代表以上 接触机密资料者 要事先报备 因为这个制度从李登辉 陈水扁 马英九到蔡英文 没有人提过 现在那你民进党在议事堂上 你是少数党 况且你说要采取报备制 这个显然就是闭关自首 就是说你要锁定 跟台湾去中国大陆参访 你都要报备 报备之后后面就有法律问题了 从这一些各位可以看看 从这一些各位可以看看 你民进党他为什么要走这些邪路 不走正道 前复曾经说过一句话 两岸位阶是高于台湾的外交关系 这句话到今天能难适用 但是民进党就是想不透 所以现在民进党 对于所谓的柯林顿 对于所谓的联合国决议文 现在又做出新的解释 但是民进党必须要了解 英国 法国 美国都帮台湾讲话 好比说参与WHA 他为什么进不去 他为什么进不去 因为都是口会 是不是你要台湾参与联合国 或者联合国附属的国际组织的话 凭美国的影响力 美国能够让台湾参加 为什么他只是嘴巴讲讲 你好比说德国 你好比说德国 德国为什么你的参访 你的入境参访变过境 我们现在就骂德国 你把我们台积电骗到了 你就不让我们进去 那你开始舔中 就是说民进党 这种情绪化的话 难道不会惹得德国不愉快吗 动不动 不符合你民进党的需求 就全部都是舔中 连包含黄 你都骂黄国昌舔中的 就是说你民进党 自己那么多舔中的人 请问一下 你有没有谴责过 民进党那么多舔中的人 你有没有谴责过 别人连中国大陆都没去过 你还说舔中 那这个不是开玩笑吗 这个就是民进党在走邪路 就是说民进党 你真的需要 所谓的国际空间 所谓的正常的交往 都可以 就是你怎么面对北京 就是那么简单 你要用什么方式面对北京 北京就用什么方式回馈你吗 可是你又不想面对北京 你就在那边搞小动作 动不动就骂总理舔中 那请问德国也好 跟其他国家听的心理作合感想 台湾就是幼稚 那面对现在两岸的登陆 是改变两岸关系的契机 你说要报备 你就要限制 然后除了限制你还不够 你还有法律伺候 这个说不过去吧 李登辉 马英九 李登辉 陈水扁 马英九 蔡英文 他们不做的事 为什么到赖清德快要上台前夕 你们通通做 你们为什么不在 民进党掌握三分之二的席次的时候 你为什么不定这条法律 你为什么不去修改法律 一直要到 你在意识堂上是一个少数的时候 你才开始定这个法律 你的居心可在 况且讲的冠冕堂皇 一天到晚出生别人 什么 你是中国大陆同路人 就是说 不认同那里民进党政策的人 现在全部都是中国大陆同路人 那你不是在制造敌人吗 那好比说傅坤奇去中国大陆 你就好言几句嘛 一路骂到五月三号 表决输了就再骂傅坤奇 还骂黄国昌 是无耻之忧的人 不配为人 就是民进党是用这种邪路的方式 去制造了内部的矛盾 也对外面的朋友 也是用同样的标准出征 各位想想看 当年美国大选的时候 民进党不是说我捕川普吗 川普 就是说川普落选那一天 居然把AIT的脸书灌爆 表达支持川普的决心 可是现在当川普说 你靠我保护的 自己出钱的时候 那你民进党为什么一句话都不讲 然后现在也不谈川普任何的好话了 那个时候怎么去骂拜登的 所以民进党的幼稚就在这个地方 就是老是要用自己的观点 去加租在别人的身上 过去国民党就是这样子搞法 那现在民进党就学了国民党 那请问你的邪路走得多 难道不会踢铁板吗 嗯 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